第123集 怎么会这样 另外那七个五尊高手 也在战斗一段时间之后 被乱刀分尸而死 他们本就是强奴之末 又受了重创 战斗力几乎不到平常的十之二三 能够将对方组上一组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看着地上的淋漓血肉 所有人都是一阵无言 若不是那陷阱布置得法 恐怕最后的成就 也只能是那位伪装的八平五尊 偷袭得手那么一两人 然后其他的人都会平安退走 金马骑士堂这些人 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个个汉不畏死 经过今日这一战 大家才真正知道金马骑士堂的厉害 超出对方十几倍的人力 若是加上外面兵丁的话 那就是数百倍的人手 居然只留下了十个人 铁云大牢的高手们 也如同蝗虫一般的追了出去 对方大闹一场 居然就这么走了 谁都拉不下面来 紧接着 整个铁云城警报四起 真迹四处 马蹄声纷乱 将一个寂静的深夜 搅得如同开了锅一般 楚阳的计划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要不然这些金马骑士堂的高手 那是一个都跑不了 其实也不能算是楚阳的漏洞 当时楚阳跟黑魔刀王商量好了 让黑魔的人协助防守 将这些金马骑士堂的人 全都留下 刀王当时答应的很痛快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 自己家族那些五尊高手的傲气 听从一个世俗国家官员的安排 去为他守大牢 他以为他谁啊 再说了 若是那样的话 那岂不就成了传说中的狗腿子了 所以虽然在王座的命令下 答应了下来 但一个个还是磨磨蹭蹭的 往后推了两天 但就是这两天 却出了这等大事 不仅没有全部留下敌人 而且自家的一位八瓶五尊 也死在了里面 孔商新王座自从部下们出发之后 就来到铁云城最高的接天楼的顶端 无声无息的俯瞰着铁云夜色 特别有些乘风先去的 稻谷先锋的味道 三位九瓶五尊带队 十几位五尊连同 几位高级五宗的战力 或者在这世上不算无敌 被人挡住 那更是家常便饭 但是孔王座绝对相细 那样的力量 绝对不会出现在铁云城 就算出现在铁云城 也绝不会是官方力量 所以孔王座很放心 现在的他安坐接天楼 静等凯歌声 城中突然骚乱的时候 孔王座的嘴角也绽放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了 英损一般的眼神 不懈的看着铁云城中兵马调动 就这样楼椅一般的战队 居然就想留下我的人 真是可笑 若是在战场上正面对战 自己的人绝对会被兵马铁流踏为鸡粉 没有半点侥幸 但这却是城中啊 不管是树木还是房屋 甚至是关甲 甚至是一节围墙 都会成为高手们辗转腾挪的舞台 在这种地形复杂的地方作战 普通士兵根本不可能拦得住高手 所以越乱越好啊 最好是搞得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那么铁补天也就会出现了 楚颜王也会出现 届时 不管是刺杀铁补天 还是刺杀楚颜王 那就看自己的心情了 自然 铁补天是不好刺杀的 他那两个贴身的高手 实在是神秘之极 也高强之极 但楚颜王身边 却没有这种高手吧 以自己的身手 一击必杀楚颜王之后 立即远遁 料想在这下三天 也没人能够追得上自己 过不多时 城中突然猛的喧闹起来 四面八方的军队同时调动 处处都是灯火通明 而且有不少地方 人影重重 各个客栈 更是陷入了全面搜查 甚至连民宅都不例外 看来 他们已经成功撤退了 孔伤心的嘴角 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销瘦的身子 就在接天楼之顶 那么一闪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 等孔王座回到 落脚的地方的时候 却被眼前的一幕 气得目瞪口呆 他嘀嘀地怒吼了一声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还算手不折吗 混账 只见 除了自己几个手下 站在门外之外 里面 却还多出了 阵阵呻吟之声 开门一看 满地是白花花的身体 除了自己的手下 还多出了几个 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 打劫了一个妓院 才找了这几个女子 还是最低级的 门外的宝马骑士 一脸悲气 低声常态 铁云城的这些天 连妓院都歇业了 这还是最低级贫困区 偷着干的那种 他明白王座为何这么愤怒 在九重天大陆 抢劫不是这么重罪 但是奸淫 却是最为禁止的 一旦有人犯了淫戒 那必须遭到 整个天下的唾弃 这是九重天大陆 道德的底线 几万 最低级的 孔伤心只觉得脑袋 顿时晕了一下 反手一掌 拍在那位宝马骑士脸上 你带他们去几万了 居然还带回来 他们中了楚颜王的陷阱 那陷阱里 全是春药 宝马骑士低声解释 但是对自己挨的这一掌 却显得很是麻木 似乎并没有打疼他 就连了妓院停业 恐怕也是楚颜王的诡计 春药 孔伤心一咬牙 混蛋王八蛋 逼逼无耻 我出下流的醋言了 不再看这些不堪入目的情形 他愤愤的将门一关 走了出来 把眼一斜 顿时就愣住了 其他人呢 死了 那位宝马骑士 默然的站着 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 死了 都死了 什么 孔伤心大惊失色 顿时只觉得天旋地转 险些站立不稳 一把揪住了他 怎么回事 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一号 这纯粹就是个陷阱 危机重重 毒药密布 春药到处都是 还有一个伪装成一号的八平五尊 这位宝马骑士失魂落魄 我大哥 我二哥 陷入陷阱又中了春药 最后背着那个伪装的一号逃走的时候 对方突下杀手 他猛然蹲在地上 用手捂住了脸 哎呦 八位兄弟 也死在这儿了 眼泪从手指缝里汹涌而出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恐伤心正正地站着 这一刻他挺拔的脊背竟然有些狗搂 支持南南的念叨 怎么会这样 王座 王座 您要为兄弟们报仇啊 旁边一个身体壮硕的大汉 眼含热泪 他的身上也有多处在流淌着鲜血 但却拒绝爆炸 任由鲜血横流 王座 为兄弟们报仇 剩下的几个人猛然跪倒在地 楚阎王 楚阎王 孔伤心紧紧地攥着拳头 咬着牙 嘀嘀地狠狠地咆哮 声音从牙缝里头挤了出来 我若不杀你 是不会忍 我若不杀你 千里不容啊 这时 里面的声音也渐渐地消失了 就如同死记一般 然后三个人已经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木然地走到孔伤心面前 扑通跪倒 一头磕在地上 额头挨着地面 不敢抬起 孔伤心看着他们 两久之后 突然跺了跺脚 沉痛得长叹一声 唉 都起来吧 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们是妓女 男人嘛 难免有时候 三个人跪在地上 却是身体颤抖起来 三个武林高手 若是在平时 要找什么样的美女找不到 现在 却要靠在妓女的身上发泄 而且还是最低级的妓女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耻辱 王族 三个人痛哭失声 别哭了 孔伤心 目中闪着 猙獰的神色 能抓到楚颜王 老夫要将他 要将他 直接放在妓院里 他标架 只要有人光顾他 老夫就赏那个人 一百两银子 玩死他 地上的三个人 抬起头 眼中发出了亮光 唯有将楚颜王 如此整治 方才泄心头之痕啊 是阿兰那三个女子 恐伤心 目中闪着 猙獰的光芒 今后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是 铁云城大乱的时候 楚颜已经惊醒了 毕竟这动静太大了 他知道 定然是金马骑士堂的人 过来劫狱了 但他却并没有马上出去 而是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 闭着眼睛 细细地将自己的安排 再想了一遍 然后才难难地说道 两国交兵 有什么善恶呢 有吗 没有吗 想了好久 才终于沉沉地叹了口气 你的心态有问题啊 剑魂在意识之中说道 敌人就是敌人 敌人中没有英雄 有的只是想要你的命的人 对于敌人 你做什么都可以 最终目标就只有一个 杀死他 倘若你心中还执着于这样的道德观念 敬佩敌人 或者对敌人心存歉疚 那你的路 会比现在难走得多 甚至 不可能到达终点 楚阳沉默良久 才滴滴地说道 我终究只是一个练武的人 并不是一个政客 也不是一位枭雄啊 倘若我真的像第五轻柔那样不择手段 那我还是楚阳吗 剑魂叹息了一声 不再说话 剑魂说得很对 敌人就是敌人 不管怎么去对付都是应该的 只要将敌人变成死人 那么就算是用一千种手段 也没有错处 但楚阳的心里 却还有一份属于江湖人的坚持 刚才想到自己布下的陷阱的恶毒之处 他的心里也颇有些不舒服 虽然若是重来一次的话 自己还会那么做 但毕竟心中有所感念 楚阳一向信奉光明正大 前世寻仇也好 切磋也罢 都是堂堂正正的交锋 但是 金氏局势实在是太过恶劣 责任实在太重 而且要与第五清柔这种绝世枭雄交锋 楚阳走错一步 就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所以他只能尽力的挖掘自己的智慧 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以绝对有利于自己一方 而绝对不利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楚阳有些担心 自己的性格这么走下去 这样全力的挖掘内心的阴暗面 挖空心思的像一些卑鄙无耻的计策 会不会将自己的本性迷失掉 成为一个第五清柔那样的人呢 想了一会儿 才从床上爬起来 心道 只要我心有所念 纵然从血海之中走出来 那又如何 我还是我 这么一想 顺时觉得神情细郎 走出去一看 只见季末等人也被惊醒了 看样子也是有些郁闷 不管是谁 夜里睡得好好的 却被这样的动静吵醒了 那都不会舒服的 顾独行打着哈欠站的门口 既然醒了 还不练功啊 一个个呆头鸟似的 干什么呢 四个人都对他怒目而视 我继续睡觉了 顾独行摇摇晃晃的把门一关 喃喃自语之声 从门缝里头传出来 反正我是突破了 睡个回笼觉 就是舒服啊 接着 就听到床板子 咯吱一声响 很显然他躺下了 这也太刺激人了吧 季末等人都是气得脸色发青 突破了 也不必这么嚣张吧 第12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